大家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接着上一段课继续往下讲 上一段课我们讲的就是通过更详细的设置这个地图 一些显示的区域啊 得到了更精确的一个地图信息 那么这段课我们将往这个当前 我的当前位置上添加一个地图的一个猫点 那这个怎么做呢 同样我们只需要 在我们这个方法里面 这个设置精确度的方法里面 我们文采去实现一个方法 我们在这里面 首先去创建一个猫点 猫点我们 在我们系统里面 创建猫点 它其实是一个 mk point annotation 叫大头帧吧 这样一个属性 我们定义一个annotation的这样一个变量 annotation 它是继承着mk point 我们促使化这样一个大脑帧变量 你叫猫点 大脑帧吧 那我们只需要对这个大脑帧的里面一些索性进行设置就好了 它的经纬度我们直接等于这个当前我们传进了一个经纬度 可以不打分的 有些习惯性会打分的 除了经纬度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 它可以设置一个title 我们现在只叫 我在这 在这里 然后 还有一个副标题 subtitle 我们设置好这些属性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大脑帧加到我们的地图上去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notation传进来就好了 Mac不要 点 and annotation 我把这个annotation传进来就好了 添加 大脑帧 设置 设置 大脑帧 设置 区域 设置 主标题 设置 设置 副标题 设置 设置 我们跑一下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大脑帧已经出来了 那我 这是我的位置 我们点击这个大脑帧 可以看到我在这里 我是你们的讲师 这样就可以实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大脑帧 地图大脑帧的一个效果 它其实就是一个mk point annotation的一个变量 实力化之后对它进行设置一个经纬度 以及标题主标题和副标题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大脑帧这个设置了 然后讲到这里我给大家发一个就是思考的一个问题 算是一个结合之前讲过了课程的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这里是通过我手动传进去了一个精度和纬度 然后让地图显示在当前的经纬度 并且添加一个大脑帧 那我们如果不不写这个方法 而是通过我们之前讲过的cl location manager定位方法 获得我们的位置信息 然后并添加大脑帧 我们需要怎样去做 这个方法留给大家思考 就是说通过定位 获取你当前的位置信息 并且展示地图 让地图上展示我们当前 位置信息的一些大脑帧信息 好这几课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